从1960飞向2050年 美国的U2侦察机为什么无法被放弃 一架U2S侦察机正在美军手中复活 谁能够想到 这款前后只有两个轮子的飞机 竟然已经连续服役了68年 作为一款高龄老爷机 在美国U2丝毫看不出快要退役的迹象 反倒是洛马在2021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 我们不会放弃U2 它还会继续飞行30年 那么这款老爷机究竟有何魅力 让美军舍不得放手呢 诞生于冷战期间的它 还能够适应现代战场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老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U2侦察机 2024年3月25日 一架极其罕见的双座版TURS教练机 出现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基地 正是该机从2021年发生事故之后 历经三年维修终于重返天空 对于美国空军而言 TURS是一架极其稀有的教练机 它可以为U2飞行员的训练做出巨大贡献 虽说美国空军一直努力在2026年之前 退役全部的U2侦察机 但它的制造商洛克·西德·马丁和美国国防部 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对于U2这款侦察机 也总是有人询问美国国防部 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款老家伙 1960年代的老飞机在2024年的今天还能干什么 美国都有F22和F35了 为何还要保留U2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期 五角大楼就曾经讨论过是否要将U2送入飞机坟场 但最终它还是幸存了下来 并且熬死了很多直面性能更好的同类飞机 例如SR-71和即将被退役的全球鹰 对于U2的幸存问题 它的飞行员是这样回答的 U2就像是汽车一样 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如今美国正在飞行的U2 大多是80年代制造的 而且由于保养妥当 这些飞机的机体其实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新 该机在1955年8月秘密完成首飞 1956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 由于它是高度机密产品 在它诞生之初 除了美国国防部 设计团队 制造商 这种相关人士之外 大部分的美军士兵和普罗大众都不知情 这也导致该机在测试基地附近 闹出了许多都市传说 因为U2属于高空侦察机 为了避免被民众发现 往往会选择在深夜 清晨等人烟稀少的时间段 进行起降训练 不少半夜回家的九懵子们会经常看到 空中出现会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将其误认为是外星人降临地球 但实际上 这只是U2的机灯 如此神秘的飞机 自然也有着足够强大的性能 该机最大巡航速度为 775公里每小时 实际升限24384米 最大航程4700公里 同时它还配有 8台自动高倍相机和电子侦察系统 即便是在2万米的高空 也能够清晰拍摄出地面小汽车的图像 除了照相 U2还可以自动跟踪记录 在各种波段上 敌方的机密电码和语音联络 留待专家分析破译 只要敌方的雷达照射U2 雷达的位置 雷达波的所有特征 也都会被记录在案 自从它服役之后 蛟龙夫人的身影几乎在所有的热点地区都出现过 得益于它的飞行高度和超精准度 U2一般都会在超过2万米的高空巡航 最大声线约为2.7万米 这个高度让使用战斗机拦截 几乎成为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即使是到了现在 这个飞行高度也不是所有战斗机都能够够得着的 只不过 赋予U2卓越性能的设计 也使其成为了一架难以飞行的飞机 例如它的飞行控制系统 是为高空飞行而设计的 在较低的高度飞行时 这会让飞机难以飞行 飞行员需要花费大量的体力来操作控制装置 而且由于该机型采用了长翼展 窄机身 高座舱 以及前后起落架的设计 导致飞行员在地面行驶时 难以观察到机头和后方 这就导致它在降落的时候需要有一辆车跟随 跟车人员的存在可以帮助飞行员指引航线 并且防止与地面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确保安全顺利地将飞机驶出跑道 同时跟随飞机车辆的存在 还可以确保机翼及其设备 在机场行驶过程当中 不被损坏或者被外界窥视 防止情报泄漏 最后就是U2那奇特的起落架设计了 它没有使用典型的三轮起落架 而是采用前后两轮 前组主轮位于驾驶舱后面 后组主轮位于发动机后面 这种设计可以减轻飞机的重量 让它飞得更高 但同时呢 这种自行车式的起落架 也容易让U2摔跟头 为了在滑行和起飞时保持平衡 设计师在U2的机翼下方 安装了两个称为Pogos的辅助轮 他们安装在每个机翼下方 大约中跨处的插座中 并且在起飞时脱落 地勤人员在回收后 会在它降落的时候再次安装 在1956年到1960年之间 U2侦察机对苏联和华约组织国家 实施了至少50次的侦察行动 该机曾先后出现在基辅 莫斯科 明斯克等城市的场控 在此期间 苏联曾出动米格17战斗机 尝试拦截 但是却无功而返 一时间 U2侦察机风头无量 但后来随着防空导弹性能的提升 让其他国家拦截U2 变得没有那么困难 苏联 中国 古巴 都曾有过击落它的战绩 因此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媒体上也渐渐失去了U2的消息 正当人们以为这款蛟龙富人会逐渐退役的时候 美国又把它整活了 1963年 CIA开始了一项名为 鲸鱼传说的计划 打算让U2去航母上玩一玩 以克服U2的航程限制 乍一听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 中情局还真不是一拍脑门就决定的 他们在经过研究后发现 U2的起降条件十分的适合甲板 它可以飞行甲板直接起飞 而不需要弹射器的协助 而其非常低的降落速度 亦令拙舰变得容易 即使未能勾上拦截锁 发动机亦能提供足够动力 让U2重飞 除此之外 一旦U2舰载计划成功 这就意味着美军完全可以不需要一些盟国的帮助 依靠自家海军就能够实现覆盖全球的能力 最终的结果十分的成功 虽然说中途出现过几次小事故 但是U2还是完成了航母起降的操作 很快洛克希德就在美军的要求下 对U2进行了改装升级 也就是U2机 为其加装了适合航母起降的加固式起落架 着剑钩 以及机翼扰流板 经过这番改装后 U2在航母上的操作变得是越来越顺手 甚至他还执行过一次正式的侦查任务 只不过 后来随着侦查卫星的诞生 导致美军对舰载U2的热情大大降低 U2机并没有进入服役状态 后来随着U2侦查机在其他国家不断折翼 导致美国人不留不暂时将其封存 后来随着黑鸟的退役 美军又再次把牛夫人U2喊了回来 相较于大名鼎鼎的黑鸟侦查机 U2的运营成本更低廉 并且拥有更加优越的机身和强大的生族比 同时美军还认为 虽然说全球鹰无人机 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U2的职责 但他们还是认为 有人驾驶的U2要比无人驾驶的全球鹰更有优势 重量更重 飞行高度更高的U2 有着比全球鹰更大的升级潜力 此外 在大国对抗的环境下 面对全球鹰这种高空无人机 对手往往能做出迅速的干扰和拦截 而U2由于有驾驶员的存在 可以对不断变化的态势 做出更好的实时反应 并且美军还可以将一部分测试雷达放在机头上 这样U2就可以收集几百公里外的信息目标 覆盖范围相当惊人 因此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全球鹰无人机 相比于卫星 U2侦察机可以在某一个特定地点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 在发现了U2这一系列优点之后 美军又重新开启了U2的生产线 只不过80年代开始生产的U2 原来的许多设计工程师已经退休 美军只能对其进行大范围的升级 其体型比原来的大了40% 并且采用了新的模块化设计 以便于携带更多更重的设备 据了解 目前美军正在服役的U2的运载能力 是原版的三倍 飞行距离也是原版的两倍 时间来到了2020年 美国空军将航空电子技术更新合同 授予了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用于升级U2 他将换装克林斯航空航天公司 制造的C242C相机 同时洛马还会为其加装 美军的开放任务系统标准设计的 新任务计算机 以及新的现代化驾驶舱显示器 航空电子设备升级 计划于2022年完成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随后还表示 会继续更新U2的传感器和其他电子系统 让它能够成为现代战场上的 关键信息节点 只不过对于它的未来 美军内部有着不小的争论 有人认为U2还能够继续飞行30年 还有人认为V型军用卫星的出现 已经可以替代U2 该机完全可以在2026年退役 大家认为U2侦察机还能再飞30年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记得订阅一下 在这里老亨特先行谢过 您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最后再次祝愿屏幕对面的你 万事如意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您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机 您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动机 就是老亨特做视频的 大事上的结构 跟oco智陆团出现 与此都是老亨特做视频最大的 产业特是乱特的 练乱特做视频最大的 超时产业特劣的